包烧做生 只要要摘开 洋葱香 葱姜香 明面破壁 哎呀 味道好香哦 它绝对是外酥内酥 非常丰富 非常饱满 给人家有一种大开舍油的感觉 大师的菜 家常的味 我是毛师村 我们长岭这个地方 做海非常的漂亮 对我们生长草来的 做孙 我们做孙的开饭 它说非常有作用 全作业 一种是展示菜 还有部分就是商务接待 还有部分的菜就是 民间的结合端草的 来了就炒就吃了 它就分成这三步 当地生产出来的做生 它的肉头很厚 很脆 做孙是先泡好 我对破大家片子上 在包的时候 再把做什么水鸡干 我们还要炒着五花肉 切成筷子腿 轻轻地用温头去爆一下 把油膏渗透出来 吃起来有个油渣的香味 给点滴盐就行了 加点老抽 吃起来的 做成里面真香 麻味有点盐 一定要把糖整够 起过蒸鲜的作用 用点生抽 上点点胡椒就行了 把这个馅儿调好了以后 把网友铺开 轻轻地用刀背来炊 炊的磨的使其他油脂下 很快就渗透出来 而且包出来凭整 吃起来就不利 用网友来包做生 它的要求啊 做生最多只白两寸 多了少才不好看 而且它用一点就要散 全蛋豆粉 稍微有一点点粘稠了以后 轻轻地抹在网友上 起过拉链的作用 网友不要多重叠 只要把做生包组一成就行了 全作严 也可以说它是礼宾菜的一个支流 它是一个支流的 繁养广大的菜 也可以单独成菜 也可以辅助成菜 去不完全统认 应该是打造出 接近130道菜了 一定要轻轻压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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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栽的时候要掌握火候 实际游泳下锅 慢慢到落层游泳 下锅的时候 刚开始定型的时候 因为它里面水分很多 它还产生气泡 气泡就咕咕咕咕就要炸开 那么我们就要打钳放气 实际上它成型才很美观 一定要底部嫩 就翻过来 它就在那里 只要成型了 那你就稳到了 它汪油里面的油游泳游泳出来了 颜色在翻黄色的时候 升到白色油游泳 再来两面金黄 来到刀一定要快 不要去切 有点切它脆的 非常脆 容易拉来 斩好以后 一定要趁热端上做 它那个皮酥香 所以指二根的就是麻油的方向 然后你一脚 着身的脆脱就来了 然后表面有个焦香的感觉 非常丰富 非常饱满 跟人有一种打开手油的感觉 要不然全国要推出这种 个性化的演习 我带了一个团队四个人 把所有原材料带到了郑州 全国大赛 八十八周人 每一周要做三道菜 我们用做生 做花 做赌 三个原料做了三道菜 非常非常受欢迎 那就受益了我们中华名言 常灵县 全嘴言 非议传词人